我摆摊卖烧烤 却碰见前男友的白月光 他是挫爆到贫民窟的真前景 大张旗鼓地回来后 不仅抢走了我男朋友 还让养父母把我从圣家赶了出来 他捂着嘴嘲笑我 姐姐 难怪断横不喜欢你 真是土包子 还把我卖烧烤的照片发到网上 以圣氏集团千金的名义配文 我那假千金姐姐 居然沦落到卖烧烤 真丢人 谁知评论区却像捅了大老窝 影后 圣玉姐姐只有我一个妹妹 别来沾边 谢谢 顶留歌手演唱会暂停 到地址 科研界徐老教授 别急 你师兄师姐提刀在来的路上了 就在网友大跌眼镜时 港圈太子爷审券懸懒懒回了一句 被欺负了不知道摇人 等我十分钟 当晚 全网的热搜都炸了 一 我摆摊的这天 平平无奇 一把把烧烤插串着肉片和蔬菜 在火焰中翻飞 滋滋作响 不一会儿就焦香四溢 生起热腾腾的白烟 我按下秒表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数据 却被后面的嚷嚷声打断了 我抬眸望去 是一副熟悉的面孔 前男友的白月光 圣瑶 他踩着高跟鞋走过来 居高临下地瞥了我一眼 眼神里充满了嫌气 哟 姐姐竟然沦落到卖烧烤了 圣瑶扫了一眼烧烤架 责了一声 知道的以为你是A大的学生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个臭水沟梨 捡破烂的呢 我知道他是来找茬的 二十多年前 身为盛世集团的 真千金的圣瑶 被对家设计 挫爆到了贫民窟 而我却阴差阳错地 以圣家千金的身份 在圣家生活了二十年 后来 他大张旗鼓地回来了 不仅抢走了我的男朋友 还怂恿胜负将我赶出圣家 我压着心头涌起的造诣 手里烤着肉串 不仅不慢地说了一句 爱吃吃 不吃滚 圣瑶气得吃笑一声 一个臭卖烧烤的 也敢在我面前清高 不就是穷风了 想要钱吗 他甩给我一张卡 这张卡里有十万 没考完 别想走出这条街 这场面很快就吸引了众人围观 一个小姑娘拦在我前面 对着圣瑶 义正言辞道 有病吧 人家平劳动赚钱 爱着你什么事了 你干嘛故意刁难 圣瑶身边带的导雕 推了他一把 脸上满事不屑 就凭我们大小节 是圣氏集团的千金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算哪根葱 滚一边去 小姑娘被推到地上 膝盖蹭破了皮 疼得眼冒泪花也不喊疼 我吸了烧烤的火 扶起他 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我目光平视着圣瑶 圣瑶 这里不是圣家 别太过分 这里是A大的核心商圈 来这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把事情闹大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可圣瑶却不依不饶 圣玉 就你赚的那点钱 连塞牙缝都不够 还好意思出来抛头露脸 要是我 还不如挖个地缝钻进去 他一脚踩在我的摊面上 就你这么个货色 也配合我一个学校 真是将档刺 恶心 也不知道段恒当初怎么就瞎了眼 喜欢你这个土包子 二 段恒 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的心不由得抽痛一秒 曾经我患上了严重的焦躁症 跑到海边寻死 我遇到了段恒 无数个夜里 是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情绪 帮助我缓解情感障碍 可是后来 我却看到他把圣瑶的照片 作为手机屏保 他揉着我的头发 笑着说 只是张网图 乖 别多想 我信了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喝醉的他 靠在圣瑶肩膀上 嘴角勾着淡淡的笑意 温声细语地对他坎露心意 我才明白过来 原来他喜欢的是 圣家千金这层身份 而我是个冒牌货 三 圣瑶冷笑一声 对着周围的保镖喊 愣着做什么 这些东西脏了本小姐的眼睛 把他们都给我砸了 他一边说 一边晾了晾手机 得意地笑道 姐姐 你这么狼狈 不发给全网围观 可惜了 圣瑶看了眼转发亮 幸灾乐祸 正是集团千金的名义 发了一条微博 配文 我那假千金姐姐 居然沦落到卖烧烤 真丢人 现在仅仅几分钟过去 转发量就高达了十万 位居同城榜第一 人群里有人唏嘘了一声 不可思议地望着我 不可能吧 他和齐周关系这么好吗 那可是顶流歌手啊 齐周可是出了名的高冷 平时说话不超过三个字 这次居然说了八个字 有人更惊奇地喊了一句 我的妈呀 大佬们集体被盗号了吗 其中一个小妹妹 不顾保镖的阻拦 冲过来抱着我的胳膊 眼神痴狂 姐姐 啊 我是顾真的脑残粉 你能帮我要一张他的签名 我 脑子里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于是我点开微博 打开了同城榜第一名 点开评论区 看见里面像是捅了大老窝一般 盛世集团千金圣摇 配文 我那假千金姐姐 居然沦落到卖烧烤 真丢人 真想让他滚出A大 图片是我在烧烤的画面 我思索两秒 想着是不是被人骂得不着天际了 结果下面评论区 热评一条接一条 影后 圣玉姐姐只有我一个妹妹 别来沾边 谢谢 顶流歌手 演唱会暂停 报地址 科研界徐老教授 别急 你师兄师姐 提到在来的路上了 下面全是各位大老粉丝的评论 惊讶的表情满天飞 啊 手机爹又把我带到什么圈子里了 啊 周周啊 你怎么也在这 顾真 看我看我 我为真真举大旗 就在网友大跌眼镜时 一条最新的评论顶了上来 常年不发动态 但坐拥几千万粉丝的 港圈太子爷审券 此时懒懒回了一句 被欺负了 不知道摇人 等我十分钟 全网的热搜都炸了 服务器几乎瘫痪 词条直接冲上了热搜榜第一 后面全部带着黑红的豹子 警号各界巨老 齐聚一堂 警号 警号神仙打架 圣玉到底是何方神圣 警号 警号港圈太子爷审券出手 警号 警号圣玉 望着我 两秒后 他恢复了淡定 嘴角一抽 竟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圣玉 你也太拼了吧 为了自己不值一文的名声 居然找几个假号 冒充别人给你撑场子 真是笑死人了 我扬了扬眉 假号 别装了 圣玉走到我面前 刻薄道 找人改数据 花了不少钱吧 这钱你卖烧烤 一辈子也赚不到 他欲加肆无忌惮 嘲笑地说 我说 你是不是在外面 找个老头包养你啊 圣玉喋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心烦得很 感觉那股躁动又生疼起来 压抑不住 闭嘴 圣玉哼了一声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闭嘴 没人要的见货 啪 我上前 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圣玉的脸红肿起来 他捂着脸 眼里闪过一丝狠毒 你敢打我 我正暴躁 活动了一下手腕 砸了我的摊子 还对着我骂了这么久 这一巴掌是你该受的 你个疯子 圣玉尖叫起来 对着那群保镖大喊 给我打 把他打我的那条胳膊卸下来 两个五大三粗的保镖围过来 掀发了铺子 抡着拳头就朝我挥了过来 我冷笑一声 躲过挥过来的拳头 一脚就把他们踩得跪倒在地 周围人震惊 卧槽 这么大的汉子 一脚就干倒了 有人幸灾乐祸 这女生看起来是恋家子 圣家大小姐 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了 我在圣玉惊恐的表情下 掐住她的下巴 微眯着眸子 声音没有一丝温度 圣瑶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得寸进尺 圣瑶却还不知悔改 怒道 用不着你在这里假惺惺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人吗 你霸占我的身份证多年 霸占我的亲生父母 我圣家大小节的地位和权势 还理所应当地享受我男朋友的宠爱 他撕心裂肺地吼着 而我呢 我在贫民窟待了整整二十年 你知道我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每天吃剩饭剩菜 喂猪洗碗 我受的苦 你用什么偿还我 我吃笑一声 你以为我很想待在圣家 我得焦躁症 就是因为胜负 他有严重的家暴倾向 折磨的是母生不如死 而我还小 只敢躲在房间 无力地听着母亲的哀号 等父亲沉沉睡去 我拿药箱给母亲擦药 他却抽着烟 死死地盯着我 贱人 你怎么不去死啊 母亲拿着滚烫的烟头 狠狠地掐在我的胳膊上 而我却只是流着眼泪 不敢出声 怕吵醒父亲 惹来更严重的家暴 我那时还不懂 为什么母亲这么对我 后来才知道 原来我是私生女 并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 我指甲抵在圣瑶的侧脸 毫不联系 你以为我过的 就是什么好日子吗 圣瑶 我不欠你 手上力道加重 在他下巴处扣出一道血痕 圣瑶吓得尖叫 呼的 他朝我身后哭着喊道 断衡 父亲 快救我 圣玉这个疯子要杀人了 四 我望过去 是前父亲圣海望 还有前男友断衡 不由的愣神 圣玉 断衡站在我面前 他连忙接过圣瑶 眼中满是关切 瑶瑶 没事吧 伤着哪了 让我看看 这副神情 明明之前是属于我的 可现在他随意就给了别人 我不由的有些感伤 断衡看到圣瑶脸上的伤 怒了 转头看向我 圣玉 你怎么还是这么莽撞 跟你说了多少次 要收点脾气 你把我的话道耳旁风吗 明明已经不在意他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冲我吼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很难过 我哽咽了一下 断衡 是他先招惹我的 文言 他眸色深沉 让人看不起情绪 断衡是个聪明人 当然能看出 是圣瑶故意为难我 可是他再也不能 像以前那样偏袒我 他是圣瑶的男朋友 断衡微微抽了一下嘴角 一副于心不忍的表情 叹了口气 算了 圣玉 你给瑶瑶道个歉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迟除着 我不道歉 断衡明显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以往他说什么 我都听他的 所以他下意识认为 我不会违密他的意思 我重复了一遍 我说 我不道歉 圣瑶气得跳脚 断衡 你和他废什么话 他都让我毁容了 你还护着他 到底谁才是你的女朋友 断衡脸色 闪过一丝慌乱 瑶瑶 我怎么可能护着别人 他说 我不管 你让他跪下来求我 上海望在一旁看着 也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他一脸诉讼 对我说 玉儿 你跪下给瑶瑶磕几个头 我就当这是没发生过 毕竟妇女一场 我也不想把事情 闹得太难看 我攥紧了拳头 妇女一场 这么多年来 我处处忍让 顺着她的心意走 现在却让我磕头认错 一丝情面都不留 我嘴角不由地一扯 冷笑道 道歉 你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 养我的时候不尽心 现在在这一旨气势 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 圣海望的表情 越来越难看 我望着他 一寸寸冷下去的脸 补充道 一个虚伪自私的家 暴 难 混账东西 他彻底暴怒了 白皙的手 稳稳地截住了 圣海望的胖手 圣海望发出一声惨叫 挣扎着撤回 却被突然松懈的力道一正 一屁股摔在地上 来人吊锒铛 身形懒散 身得极为好看 是沈隽 我抬眸望向他高挺的鼻梁 完美的侧脸 你 不是在闭试吗 沈隽笑容很浅地望着我 散漫地说 听到你被欺负了 当然是原地飞回来的 他微凉地指尖 骂撒着我的脖狗 这么大事 也想瞒着我 圣语 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我心虚地咳了一声 嗯 下次提前通知你 沈隽眉眉毛一扬 在我耳边缓缓低语 这笔账单会和你酸 他悠然转过身 眼里却没有什么笑意 圣总 好大的威风啊 圣海望正想骂骂咧咧 但在看清来人之后 竟然吓了一跳 这位可是港圈太子爷沈隽 他怎么会来A大 他连忙堆上笑容 误会误会 没想到俊爷会来 圣某有失远营呢 沈隽玩着手里的钥匙扣 似笑非笑 是吗 我还以为你 故意跺下马威呢 圣海望一身冷汗 以他的级别 根本接触不到沈隽 不知道怎么就惹到了 这位太子爷了 面前这位爷 虽然看着表情淡淡 但以他多年的经验 这副驾驶 似乎是震怒了 他擦了擦脸上伸出的汗 郡爷说笑了 我可没和你说笑 沈隽摟过我的肩 你刚才要对我女朋友 动手的事情 我可记得一清二楚呢 你说 我是留下你一只胳膊呢 还是一条腿呢 众人脸色一变 沈家在港圈只手遮天 谁都知道 沈隽是不好惹的角色 卸一条胳膊的话 可不是闹着玩的 圣瑶并不懂港圈的局势 不知死活地说 你以为 你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人吗 敢动我吧 我立马报警 把你们都抓起来 闻言 圣海望这只老狐狸 也壮了胆子 郡爷 我圣家虽然不是什么名门大户 但也不是可以任人欺辱的 我好言劝你 别太过分了 此话一出 圣海望带着的保镖 纷纷围上前来 审券挑了挑眉 狭长的眸子微冷 一时间氛围格外紧张 滴滴 忽然传来几声鸣笛 一排共享小电驴 骑刷刷地停在路边 我抬眸望去 似乎是徐老教授 带着一众人杀来了 他们一脸正气 提着葱姜蒜就过来了 在哪呢在哪呢 一旁的圣瑶眼睛一亮 立马奔了过去 他堵在徐教授面前 满脸稀记道 徐教授 我是圣瑶 前两天和您讨教过问题的 徐教授每天指导的学生 数不胜数 压根不记得这好人了 但还是温和慈祥地笑着 哦 是你呀 圣瑶却松了一口气 心里有几分得意 自己居然能被学书大麻记住 一定是自己太优秀了 他嗡嗡了两声 继续道 徐教授 你也是为了圣誉的是来的吗 徐教授疑惑得抬眸 难道眼前这个年轻后生 是圣誉的朋友 那是得观察观察 旁边一个师兄立马上前 自来熟道 哦 你是圣誉的朋友啊 不料下一秒 圣瑶脸上露出嫌弃的表情 朋友 我才不会和那种垃圾做朋友 徐教授 听说您和校长交情不错 可一定要劝他 开除圣誉这种顽劣的学生啊 徐教授刚刚还舒缓的眉毛 此刻竖了起来 这么多年来 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说 自己的宝贝弟子 五 徐教授压着心里的怒气 表情凝重地问 他怎么顽劣了 圣瑶健壮 憤恨道 他是社会的毒瘤 和黑社会有牵扯 这种人违反校规校计 只会损害学校的生育 徐教授 宁可一定要让校长开除他的学籍 徐教授脸上的笑容转瞬消失了 瞪了他眼 迈着力索的步伐走了 而方才的师兄 则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 望着我的方向 眼角呆泪的飞镖过来 小郁郁 我默默和他拉开距离 师兄 他哭诉着 你不说 我也知道 你受了很多委屈 师兄师姐们 会为你踏平盛世集团的 哇 Duck不必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 徐教授亲切地拉着我 嘘寒问暖 是不是刚刚那个不长眼的欺负你了 你放心 我虽然老了 但是绝对不会让我的学生 受这份委屈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不少人认出了 这位白头发老爷爷的身份 议论纷纷 这不是科研大拿徐老教授吗 我的天 学术界俱老啊 居然亲自来为一个学生撑腰 徐老说 这个圣谕是他的学生 刚刚那个成什么谣 还凑上去让徐老开除圣谕的学籍 哈哈太好笑了 周围人细泻地调侃 圣谣的表情异常精彩 他的脸色轻了又白 白了又红 良久 圣谣阴狠地望向我 你不就是仗人人多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到底 你不过就是一个依靠男人的窝囊废 师兄们仿佛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 出声笑了出来 窝囊废 你知道微型粒子交流器吗 圣谣不明就理 鼓足勇气道 这不是我研究的课题吗 我怎么不知道 扑吃 师兄师姐们笑了起来 笑死了 你说话好歹打一下草宝吧 这可是圣谕学妹亲自研发的课题 产品都快上市了 最新的slurry系统都上线测试了 你说小韵是窝囊废 那你是什么 一天天的只会仗着自己跌吹牛 人家比你强一千倍一万倍 圣谣被戳穿后 脸色更难看了 她是偷偷看到我电脑上的课题 但是不知道这是我单独带队的项目 而圣海旺这时将注了 slurry系统 玉儿 你是开发者 我们公司上次和你谈了合作 你拒绝了 难道是因为摇摇的原因在怪我吗 这个系统市场价值前途无量 要是谈成合作了 以后圣家就是技术垄断 圣海旺急的眼睛都红了 这么大的商机 居然被他生生给错过了 审券慢条思理的说 跟这样的人废话 浪费口舌 圣海旺 我给你们圣家两个选择 一 跪下来给圣语道歉 二 从此圣家在A时消失 你自己选 断衡终于忍不住了 他站出来 怒视着沈卷 你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 港圈沈家 居然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 沈卷懒懒的抬眸 我可没有欺负他一个小姑娘 断衡愣神了两秒 下一秒却听见沈卷的声音 我沈某人向来一视同仁 怎么可能只欺负他一个 我的意思是 你们都跪下给他道歉 沈卷眼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与断衡对视 那一刻 断衡感受到了对方的威压 仿佛多待一刻都受不了 断衡望向我 方才的怜悯之情荡然无存 脸色严肃板正 你就这么纵容他羞辱我们 我善笑道 如果在以前 我不会 但现在 心情大好 一字一句道 不好意思 我很乐意 断衡满脸怒气 却不好发作 盛海望低声下气地求我 玉儿 从前的事都是我不好 爸跟你道歉 凡事都好商量 合作的事情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我似笑非笑 包括舍弃你的亲生缘 虎毒不识子 可我是坏人 就喜欢看狗咬狗一嘴毛 谁欺负我 我就加倍地欺负回去 果然 盛海望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带着犹豫的神色 盛妖破防了 爸 你抛弃了我二十年 现在还要为了他这么一个破合作 再抛弃我吗 盛海望叹了口气 你不懂 Slowry系统对我们盛家很重要 瑶瑶 你要体谅爸爸 瑶瑶 乖 给你姐姐认个错 这话一出 盛妖脸上挂满了泪水 带着哭腔 你就是偏心 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我以为找到了家 就能找到爱我的爸爸妈妈 没想到都是骗子 骗子 全都是骗子 断衡上去想安慰盛妖 却被他一把推开 尖叫着 你别过来 一边说爱我 一边又留着盛誉的项链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断衡慌了 瑶瑶 你听我解释 他哭得撕心裂肺 我不听 断衡 我问你 如果我不是盛家千金 你还会爱我吗 断衡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会 盛瑶叔弟流着泪笑了 哽咽着说 你看 你连说谎都不会 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他绝望地嘶吼着 突然朝着一旁的柱子撞了过去 额头上伸出鲜血 倒在地上 六 沈娟淡漠出声 把人送医院 可别闹出人命了 随即 立即有人抬着盛瑶开车走了 我皱了皱眉 没意思 沈娟牵着我的手 无奈地笑了笑 听你的 祖宗 他随意地给了个眼神 一副金贵的公子哥模样 旁边的保镖领会 上前抓住断横和盛海旺 断横吓得大叫 你们干什么 这里是A大 你们敢 下一秒 他们被按着 给我磕了三个响头 咚咚咚 重重地磕在地上 听着都疼 断横额头上伸着血 死死盯着我 咬着牙说 圣语 你竟然敢这么羞辱我 有人撑腰又怎么样 得了焦躁症 你就是个随时暴走的疯子 我的嘴唇微泯 明明之前 他还拉着我的手 认真的说 永远不会嫌弃我 我开口 你一直是这么看我的 断横咬着牙 说狠话 那不然 每天费劲照顾一个疯子 还要随时担心你发病 你就是个麻烦 累赘 我的手指不由地收拢 心里的躁意涌起 眸子愈发冷冽 就在我要抱走之时 一只温暖的大手 包裹住我紧握的手 我威愣抬头 是沈倦 他垂着眸 和我四目对视 别理他 他才是疯子 我安心下来 和他食指相扣 断横瞬间破防 沈倦闲闲地抬了下眸 慢调思理地说 把他们抬远些 别脏我夫人的耳朵 气 他们被拖走后 徐教授吹胡子瞪眼地过来 板着脸看着沈倦 你小子 把手给我松开 这可是我的得意闷声 你居然敢对我的学生 动手动脚的 我忍住没笑 仰头对沈倦说 你这是被嫌弃了吗 徐教授接过话 那可不 沈倦咳了一声 徐老 好久不见 徐教授到豆子似的 你也知道很久没见哪 闷声不响地就走了 这么多年也不回来 看到我这个糟老头子 没良心 小老头指着沈倦骂了许久 我这才知道 沈倦原来也是他的学生 沈倦无可奈何地笑了 徐老 我错了还不行吗 这样 我请客 请大家吃一顿 师兄师姐们其后 妄想我不怀好意地嗡了起来 我脸颊微微发烫 用胳膊肘戳了戳沈倦 他心情很好地挑了挑眉 太羞了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爸 宴会上 大家吃得很开心 中途顾真和齐周也过来了 顾真一见到我就伤心地吐槽 姐姐 我那经纪人死活不让我脱身 我好不容易才脱离了魔爪 呜呜 那个断横真是个渣男 居然这么欺负姐姐 他搂着我 比我还愤恨 说着说着 他又开始伤感 都怪我不好 竟然答应让你一个人去卖烧烤 什么搜主意 我拍着他的肩膀 笑了笑 我病情不太稳定 是我自己想去感受一下烟火气息的 怎么能怪你 说着 顾真的眼眶又红了起来 我好生安慰他 好了 没事 都过去了 好说歹说 他才愤愤地又骂了断横两句 去吃澳洲小龙虾了 齐周看见我的时候 神色带着歉意 抱歉 演出会中途 粉丝们不让我离场 我笑着说没事 他明显放下心来 压低了压舌帽 眼神若有若无地飘到沈卷身上 半开玩笑道 藏得挺身啊 你男朋友 我耸了耸肩 算不上 就是普通朋友 齐周松了口气的模样 自言自语说了句 那就好 我和他闲聊了几句 就和师兄师姐们打招呼去了 中途 我去了趟洗手间 看到镜子里 沈卷来了 我转身 看见他脸上不太高兴 怎么了 他眸子里闪着危险的光 微凉的食指抵在我的下颌 普通朋友 我不明所以 呼地反应过来 他是在说我和齐周的对话 他吃醋了 我没有来得想逗逗他 我们还没官宣呢 当然只是朋友 你说呢 劝爷 沈卷择了一声 休长的手摁住我的后脑勺 长本事了 他不由分说 就稳住了我的唇板 惩罚性地咬了一下 我点起脚 搂着他的近腰 加深了这个吻 沈卷先是愣了一下 而后肆意地撬开我的口腔 席卷我唇齿间的温度 他含糊不轻道 小祖宗 我沈卷真是败在你手上了 就 当天晚上 有两条热搜登顶 一是盛世集团突然离奇破产 二是大佬门的聚会 不少狗仔拍到了 我和顶流歌手的照片 发到了网上 于是半夜的时候 热搜又炸了一炸 哇塞 圣玉姐姐好美 齐周看向姐姐的眼神好深情 这俩肯定有戏 at齐周 快来看 磕到了磕到了 at八只蟑螂at闺蜜 at不洗澡的好机友 热搜直接登顶 沈某人见状 赶紧趁着这波热度 发了一条微博 微博置顶 还特意at的我 图片上面是两只胶笛的手 戴着同款戒指 看上去格外引人重目 配文 夫人终于同意官宣了 庆祝洒花 评论区又是一阵刷屏 晚上好 除了你俩 天傻的 广大网友 只是你们play的一环吗 呜呜呜 这一定是对我熬夜的惩罚 网友们有什么忌口 菜刀不加香菜 多放醋和辣椒 谢谢 圣玉姐是我女神啊 刚喜欢上就失恋了 港圈太子爷居然急了 这是生怕女朋友 被人半路截胡疤逗 在网友们祝福的时候 我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 齐周 圣玉 是谣言吗 我还没打字 聊天框显示 对方正在输入中 齐周 有一件事情 我想说很久了 一旁的审券 刚好洗完澡过来 看到我的手机聊天页面 眉毛高高的皱起 她不动声色的哄我 你头发湿了 过来 我给你吹吹 哦 好 我没有察觉到 她的小心思 当即放下手机 枕在她的怀里吹头发 谁知道 这货居然悄悄的 拿起我的手机 飞速的打字 圣玉 不许说 憋着 等我发现的时候 信息已经过了两分钟 撤不回来了 她得意地笑着 以赴你能奈我何的神情 我将她扑倒 勾着她的下巴 另一只手 顺着她湿答答的腹肌 往下滑 顿在她的灰色运动裤的抽绳上 我玩味道 仰头和她对视 俊爷 你好小气 她一把拦住我的腰 翻身把我压在身下 挑眉道 没错 我就是小气 身下传来一阵异样 沈娟暧昧的嗓音 在我耳边滴滴地响起 圣玉 你把我惹火了 我红着脸 滴滴滴应了声 月光如潮水般 在黑夜里跌宕回响